在西藏與雲南交界的214國道上 中共部署大批警力 不准任何人進入雲南 數千旅客被迫滯留在路上至少60小時 而滯留的路段則是相當危險 被困在路上的人吃住都成問題 白天還要面臨30多度的高溫 政府方面不斷推諉責任 政策一天三變 而少量獲得放行的旅客 還需要在雲南自費隔離7天 週二 中共通報的單日確診人數 連續4天破2000例 真實數據不明 而其中90%以上來自海南 西藏和新疆 其中海南占了約一半 海南省仍在不斷增加風險區 而被迫滯留的15萬旅客 只有數千人成功撤離 這就是政府統籌的後果 把兩個老人家留下 把這麼小的孩子留到這裡 包到爺爺的身上了 父母已經上了大巴車準備走了 不聽政府的安排 大家都回不去 聽了政府的安排 老人家孩子留到這裡 好可憐啊 孩子一直在哭 這是什麼安排啊 這不是亂搞嘛 本週 中共官方公佈了多項經濟指標數據 雖然是篡改後的結果 但仍低於預期 也顯示了房地產危機 以及長期的清零政策 都成為中國經濟放緩的主因 新唐人記者宇婷 最後報導 本週 初詐人記市立正宴